新加坡早些年有三大美女,范文芳,郭飞丽还有郑秀珍,新加坡娱乐圈跟国内的娱乐圈联系还是很紧密的,所以这几个人观众应该也不陌生,今天就来说下郑秀珍。 内地观众,对郑秀珍最开始的印象,应该是起始于《东游记》这部电视剧,她在里面饰演何仙姑,漂亮又耐看,这部电视剧也是许多80后,还有90后的童年回忆,之后还有一部新加坡版的《笑傲江湖》,依旧是跟马景涛合作,这次郑秀珍演的是东方不败,一席红衣,可拿可女,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 郑秀珍阻击广东,之后才跟父母一起移民新加坡。 新加坡是有穷级的,而很不幸,郑秀珍就落入了穷级,因为欠了30万的巨款,这个金额这对国内的明星来说不算什么,但是对新加坡的郑秀珍来说,真的是一笔巨额债务了。 所以郑秀珍只能拼命拍戏,偿还债务,珍爱无敌,天使的诱惑,二分之一缘分等,这些剧就是在她宣布破产之后接下的。 从98年到05年,郑秀珍蝉联了八戒的红星最受欢迎女艺人奖,其当红程度可见一斑,这么红,却破产,破产原因就很让人好奇了。 可惜郑秀珍对此坚口不严,从来不谈相关问题,马不停蹄地拍了几年戏之后,郑秀珍偿还了债务,就很少再接戏了。 最后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,就直接吸引嫁人了。 现在的郑秀珍,有了相爱的丈夫,还有一个儿子,生活挺不错,只是,她的脸变化很大。 年轻时分的郑秀珍,长得美丽这点无庸置疑,而现在不知为何,却变得越来越像是男人,不知道的,还以为是男人流长发穿女装呢。